小朋友过生日开包厢办庆生会满满仪式感 但有家长在匿名平台抱怨 只是请全班同学吃蛋糕 却被原方逼转学 发文质疑家长的教育是外包了吗 儿子过生日准备手工饼干和12寸蛋糕 和其他同学同乐 隔天接到园长电话说 很多家长反应让小孩有比较心态 严重影响学生价值观 因为无法得罪其他家长 所以拜托他近期内转幼儿园 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夸张 不需要转学 但我觉得是园长可以跟家长沟通 那我相信家长如果听到之后 他觉得可能这里不喜欢这样 那我觉得家长应该也可以接受 如果是我我就好 以后我就不会准备了 我是觉得这有点太严重了 因为这个跟价值观没有关系 假如是讲到为了保保个人的 就是身体健康状况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其他民众留言 学校事后应该沟通讨论 个人真的不喜欢家长买东西到班上 但有人支持手工饼干加蛋糕也还好 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没什么好比较的 我觉得他们班上不错 就大家一起处理 就是不会有个别的差异这样 小朋友请注意一下 可是也不要说要有比较的机会这样子 一般来讲是不会这样子规定 对 完全就是看老师自己的自由意志 那通常老师其实是很欢迎 其他原方透露可能会规定禁止含糖饮料 但没遇过庆生要转学的状况 文章曝光后夸张情节也引起网路热议 三立新闻领问上三家宣 特别不到